他可得想个好计策 两个人的意见是不谋而合 萧嫣 你如何确定 奄奄所中的是毒呢 怎么了 可是有什么新发现 但是我总觉得 或许他不是毒 而是其他的一种什么东西 当年给他娘诊断的人 我们也非常信任 但是阿生 我更信任你 那我等一下再给奄奄看看 阿生 如何 不像 我探过林渊威的脉象 中毒的脉象 我本身懂一些 但是对于奄奄 我当时判断不出来 一个症状也非常奇怪 另外一个呢 我怀疑奄奄确实不是中毒 如果不是毒 那会是什么 这个就是难点 等奄奄奄下一次发病 或许又能够新发现吧 如今的脉象是毫无异常 无迹可寻 既然如此 便急不得 叶山了 先歇息吧 嗯 沈依 我爹这到底是什么病啊 中风 看来我爹真是中风导致的瘫痪 举外眼斜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就这 还神医啊 哼 连他爹中毒了都瞧不出来 七十道名的江湖庸医罢了 傻叉 就这么个蠢货 他是如何把你给下毒 害成这样的啊 除非 他有得力的帮凶 林渊外瞪着双眼 这是眨眨眼 我就知道 那个毒 是放在你意识里的吧 林渊外眨了眨眼 其实 我早就猜到了 可他一边救人 人家一兵未毒 实在是难以痊愈啊 你放心吧 我说过会救你 就会救你的 君子一弄 绝不失眼 他没有说话 但是眼眶是逐渐的在湿润 恭喜空间主人 获得一点感恩值 这老爷子求生欲很强烈啊 而且是很感性的人 这都集抽两次感恩值了 不知道湘衣那边找到人没有啊 他没谈得成啊 爹 我们要买布吗 嗯 这位公子 你想要买些什么布呢 我找你们掌柜的 公子 你想要什么布 我就可以给您 你只需要去通知你们掌柜的 就说云大夫的相公来找他 请您稍等 不多时 伙计就出来了 公子 请您随我来 公子 我家掌柜就在里头 你们就在这个院子里面 等一会儿 劳烦你在这里 帮我看着这几个孩子 是 请公子放心吧 咦 爹在沧水县也有朋友吗 是来找朋友吗 不用你管 你不用管了 那都是大人的事情 是零事补行 零事 是零人外 请公子 小姑娘 你们要不要随我去吃些点心 喝点茶水呢 多谢 不用了 我们听爹的就在这里 多谢萧公子 萧公子 等一下 即使来买布 那总要有布在手啊 我们路途遥远 不适合 他太多身外之物 若有人盯着你们 也要打消一心 也是 云大夫 有点意思啊 大哥一定怎么也没料到 他自以为可以欺骗世人 这一次 却遇到一个有火眼金金的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